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病人需要接受化疗 有些就不需要 但其实往往我们有些情况可能是灰色地大 即是说可能它有个好处 但是亦都可能的好处未比我们想象中那么多 所以我们现在去精准医疗方面 我们就会发觉可以用多些不同的数据去支持我们 去选择某一些的治疗给病人的 所谓乳癌基因测试就是利用这些先进的科技 去将乳癌肿瘤里面一些基因去分析 计算一个数据来预计它用化疗或者不用化疗 令到它之后的存活率、复发率有多高和多低 来帮助我们来定一个疗程 包括需不需要用化疗 坊间有很多不同基因检测的工具 其实大部分我们都会有一些预后的资讯 包括我们看回癌症患者的复发率和传门率 一些有数据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它有预测的功能 即是说可以知道某一些疗程在患者身上 有没有特定的作用和得到它的疗效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化疗 因为正正就是我们希望有些病人 他有在化疗得益的 他可以做 但是如果觉得他的得益是没有那么大 希望就勉强这些化疗的副作用和辛苦的疗程 安我代是利用软癌复发和预后关键的21个基因 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就得出一个复发的指数 透过复发指数 我们就能够提供到更精准的治疗决策 和一个预后的判断 复发指数是由0至100 在11分以下我们属于低风险 11至25分我们叫中风险 至于26分以上就是高风险 复发指数属于低风险的病人 其实我们就知道他在化疗之中是没有益处的 但是高风险的组别 其实化疗是有额外的好处的 这个研究就是在几个国家 包括美国加拿大等6个国家 超过1000个地区进行的 招募了过万个早期阅癌的妇女 做这个研究 其实研究人员就在2006年至2010年之间 就看回他们的复发指数 计算回刚才提过的复发分数 如果他们属于中度风险群组 即是11至25分 他们就匯分了两个组别 一个组别只是接受荷尔蒙治疗 另一个组别是荷尔蒙加化疗的疗程 他比较这两个群组里面的复发率 以及传没率 他们发觉9年的传没率 其实在这两个组别是相弱的 大概去到90多% 所以基于以上的结果 我们发觉有8成的早期阅癌患者 其实是不需要接受化疗的 其实就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的 我们看回在最新2019年一些国际的指引 安可代基因测试 就是在早期阅癌患者 包括荷尔蒙型 非标靶癌 以及淋巴没有受扩散的患者 我们可以强烈建议 考虑用安可代基因测试 来决定是否需要化疗的病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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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